Hello,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学象棋的必胜法 现在开始 我会在这个频道做更多有关象棋的影片和教学 如果你想把棋下得更好更厉害 就一定要按下面红色的subscribe button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子你才不会错过任何的影片 现在有一个信封 里面装了一些现金 但是我没告诉你多少钱 如果我要你拿300块给我交换 你会换吗 我想多数人都是不会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信封里面有500块 我相信你应该会马上交换吧 那为什么你愿意交换呢 其实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信封里的价值了 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价值 只要你看完今天的影片 你就能学会象棋必胜法 帅和姜的价值是无限的 也就是说为了保护帅或姜 可以舍弃其他全部的棋子 因为全部棋子加起来都没有比帅更贵 当然这里也说明了 为了吃对方的姜或帅 你也可以舍弃其他全部的棋子 帅和姜虽然不是最强的棋子 但是是最重要的棋子 G是最强的棋子 移动距离非常的远 所以它的价值是9分 炮移动的方法和G一样 但吃子比较麻烦 要炮台 所以一个炮相等于半个G 而炮的价值刚好是4.5分 就是G的一半 马和炮的价值差不多 但因为马的距离比炮短 所以比炮差一点点 只有4分 士是防守的棋子 不能进攻也不能过河 所以很自然失去一半的能力 士是马的一半只有2分 象和士一样都是防守的棋子 但士只有在九宫内行走 而象的范围比是大一些 所以象的价值是2.5分 冰和足的范围与距离非常小 所以只有一分 但是冰和足过河后 范围会增加 所以变成两分 学会棋子的价值后 我们就要常常运用 每次下棋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尽办法 用自己低价值的棋子 与对方高价值的棋子做交换 同时也要避免对手 用低价值的棋子 与我们高价值的棋子做交换 长期这么做就一定能获胜 这整个构思就是象棋的必胜法 但是要做到并不容易 如果你的对手没有学过棋子的价值 看完今天的影片 你确实可以欺负他们 但是如果他们有学过棋子的价值 那想要占他们的便宜 肯定不容易 想赢他们还必须多看我的影片 好了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只要多加运用 你就能自然地积起来了 如果节奏太快 你可以重播多几次 如果你在今天的影片有学到东西 记得按下面红色的subscribe button 并且打开小铃铛 常常看我的影片 这样子你才会把棋笑得更好更厉害 我们下一集见 和平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